而为了达到节电2%的目标 新北市政府推出了服务业节电参与式竞赛 邀请业者和民众一起集思广益 提供节电创意方案 市长朱立伦表示节电不是口号 新北市透过了参与式预算的方式 在推动的过程中能够号召更多人一起加入节电行列 所以他相信节电2%的目标一定能够达成 新北市政府今年定下节电2%的目标 号召全民各行各业一起加入节电行列 现在更将参与式预算的精神融入在节电计划当中 推出服务业节电参与式竞赛 广真节电创意方案 希望透过集思广益让节电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新北市很多重要的这些服务业者 大家一起来提出大家的想法 怎么样的来参与 参与的时候我们用去年所获得的比赛得到的奖金 作为参与式的预算 大家来提案 大家来竞赛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借由参与式预算的方式 提供业者和民众一个讨论参与的平台 进而让更多人能一起响应 他相信今年一定能够达到2%的节电目标 推动的过程当中 让同业 让我们工会的成员 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参与 一起响应 我相信我们今年节电2% 更大的一个挑战的目标 才能够达成 服务业节电参与式竞赛 已经在7月20号 从21组提案团队中 领选出10组服务业团队 其中女子美容商业同业工会 除了号召3000家业者响应 并服以节电教育外 只要消费者拿节电电费单 就能够打折优惠 会员我们会发3000份的 试调的资料跟节能的标章 让提供他们业者来有 参与的一个荣誉感 第二个部分 我们是让业者来 如何吸引我们的广大的群众来参与 就是我们刚刚提出的 他提出了节费单 让我们来到现场 我们愿意打九折来提供服务 新委市经发局表示 以社区节电参与式预算的成功经验为基础 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参与范围 因此邀请用电量较多的服务业一同参与 从提案、审议、票选到执行 期盼激发出更多专业化、在地化 与民主化的节电创意方案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一直在继续发出更多的优秀 在来壮场合作产